你說牙蟲要怎麼放在 尤其的請問 這個我要唸國語了 呵呵呵 瓜捐野民的防治 哦 這個 你念國語也很正常 這個 這種瓜捐野民 這種東西其實 你去問阿波說那是什麼 我會說一種鵪魚 不過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人刺目的 我們以前對於 因為我不是研究昆蟲 所以我們通常在這種病害的 這個肖子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跟他判斷 就是說是不是 他是對一種 譬如說他可能是這個翹刺目 有一個角的這種 這個骨子 這個鳳梨就很累積的 零刺目 譬如說 椰、蚵、蝶、蝶 這種葉片 不知道 他實在有零片的這種 有藍的這種 所以叫做零刺目 再來就是這個 椰、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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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說大概去分 分這個不一樣的 這個 因為 這樣分類 算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分類 裡面 都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沒辦法這樣了解一下 所以大家知道這應該是哪一根 這樣就大家可以去知道 我們在這個氛圍上 可以很簡單 可以講到要怎麼來幫他這個氛蝶 這個瓜娟的名字是一種蚵蚵 我們說的是暗夜 暗夜 這個暗夜 這種暗夜 我們在用 當然由此來講 最最有名的就是這個零次母 所以我們在用的很簡單的解析所在 我們應該是用什麼東西 我們應該是用這個 蘇力菌 蘇力菌就是一個很好用 當然你單獨用蘇力菌 我們有時候比較沒什麼好 可能在蘇力菌以外 我們可能就要去用一些 並說黑將菌 因為蘇力菌只有對這個 小吃的那種 算於一年二年都不出來 躺一邊角 躺兩邊角過於他 就很快 蘇力菌就比較快把台式 這個黑將菌是比較不差 所以我們兩種 可以搭配來用 這就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在這裡 這種都是要首先 你就要提早預防 如果等下說很嚴重的 比較要來沾 這個效果 會稍微差了一點點 這個牙蟲 牙蟲我們通常叫做骨神 這個在台語裡面 有的叫骨神 有的叫做骨神 反正呢 這個牙蟲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都可以很容易去分開 所以 他這種東西 我們目前 目前就是 最好的 最好的 就是目前來講 他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 應該是類似像 一些 硬鏈素 這種的 這個東西 現在還有一個叫 苦生鹼 不過苦生鹼 定義在農藥 因為化學 也可以產生苦生鹼 所以 這個很有爭議 所以不一定是 用苦生去做的 你如果說 用化學去做出來的 這個東西 可以拿來做有機 來用 我們是不是後天 我們都拿 這個儲存局 來做有機農藥 所以這個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會有爭議 我說的有爭議 是要就是說 這個已經有 人工合成的 這個苦生鹼 這個效果上 其實還可以 這比你沒煮 當然還要結合很多 所以 利亞蟲大概就是硬鏈素 就是說 這個苦鏈油 一種 其實硬鏈素 也有人工合成 所以現在 這個又有一個爭議了 所以 這個東西 就有時候也很麻煩 所以這個 大概就是用這一類的東西 來做一個 這個房地 目前來說 差不多是 在有機材廳裡面 最普遍 可以去使用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 這個牙蟲 牙蟲 它含 含一種東西 其實它是 親吃 就是含 那個 蟻子 這種 這種東西 這都是含 蟻骨草 這種 它都是叫做 銅刺木 這是他們 比較特別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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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甘苦 但是他們 都在同一個 墓裡面 所以 牙蟲 他這種 就是叫做 弱蟲 例如說 林刺木 生出來是 幼蟲 一年二年 躺一邊躺兩邊 對吧 他這種 從牙蟲 通常軟出來的 一隻 就很生 這個 含 他後來買的很生 所以這種叫做弱蟲 弱蟲再來就變成 這個 這種成蟲 這種叫做 漸進變態昆蟲 漸進 他就是 再來 像紅蟲豬 生出來他就是一個 弱蟲再來就變紅蟲豬 這種是這樣 這個 當然 紅蟲豬不是昆蟲 因為他是八隻腳 昆蟲是六隻腳 昆蟲鋼裡面是六隻腳 可以叫做昆蟲 這個 牙蟲他就和 這個 鴨子 這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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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漸進式變態 你像 這種 這個 他就是 有 有 有鸞 有一個 有一個 這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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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完全變態 所以 這類的 如果沒有 這類的 這類的 我們可以叫做 不完全變態 當然 像這類的 這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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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也是很有水準 但是我就不知道說這個孩子 可能是對一個了解一個昆蟲的這種行動是有幫助 但是如果拿這個來考試 好像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所以這種東西主要是這樣 好這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大概我們可以這樣做這個房子